好 虽然山陀台风尚未登陆台湾 但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风雨 已经对花莲地区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从今天早上开始间接性大雨不断 台铁也预警性封闭崇德至河仁段 这也导致要北上甚至要来 花莲的列车都受到影响 那现场状况如何 马上把镜头叫一环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带来的地方 是在花莲火车段这边 可以看到我现在人是在大厅这里 结果旁边排了这么长的人龙 甚至这个人龙的镜头 甚至是在前方的柜台 原因就是因为说 其实受到山陀尔台风的影响 其实花莲从今天早上 一直都是有间歇性的降雨 所以这个雨势相当大的状况下 才会导致说 这个火车这边的铁路是有点危险 稍早在今天早上 大概接近七点钟的时候 台铁这边是已经宣布说 这个崇德河仁间段这边 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 原因就是先前地震的时候 加上大雨 这该路段呢 其实都还没有完全的修复 但是因为现在台风又来了 又大雨 所以现在先预警线的封闭 才会导致说 部分的车次已经受到影响 像是这个北回线的上头 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九点那一班 是已经停开了 但是九点二十八这一班呢 是不确定是会不会开的 因为它其实走北回 也是是会经过这个崇德河仁段 那么旁边这边呢 像是这个其他车次是从台北开下来的这部分呢 也是有延迟的 像是晚十分钟 晚六十分钟这种状况 所以其实蛮多人都想要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可能今天 可以从花莲北上回得去台北 甚至呢 有没有从花莲再往下呢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到很多的旅客 真的都是挤在这个柜台这边 想要来询问最新的状况 有没有办法开车 那这一班台北就有下来啊 九点零二分是不是 九点零二分 第二月台 它有下来 它不太多旅客都想要询问说 像是有车子下来 但车子有没有办法再上去呢 其实这个台铁目前都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原因就是刚刚稍早讲到 崇德河仁段这一段 真的是比较危险一些 所以呢 要是风雨太大的时候 当然这个台铁也是不要行驶 会比较安全 那么现场这些民众也是在等着 要看这个稍后的车试状况 要是提醒了花东地区的民众 这个时候要搭火车 也是要多多留意 接下来的台铁公布的车试情形 以上讲最新